台新闻看一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拼命地打造个人至尊的形象 让北韩人民一直把他当成神一样的来崇拜 而北韩的官媒日前公布了一段影片 金正恩在视察部队的时候 演艺群女兵在她的面前宰歌宰舞 每个人是兴奋到又叫又跳 甚至还激动到痛哭流涕 北韩女兵上台表演 应该不是唱哭调 但大家都痛哭流涕 台下坐的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能在领袖面前表演 北韩女兵个个非常激动 金正恩看完表演起身鼓掌 更让这群女兵兴奋到了极点 大家一拥而上 要跟神一般的偶像同框拍照 巡视完部队 金正恩坐下来休息 一名女兵拿垫子伺候 金正恩还一直推说不必了 这是北韩官媒中央电视台 一贯的宣传手法 每年开春都会播出金正恩活动影片 凸显他亲民爱民的形象 但是并没有透露拍摄的时间或地点 南韩情职单位注意到 金正恩今年元旦过后 几乎没在公开场合露面 针对跟美国的非核谈判陷入僵局 金正恩没有新年谈话 也没有新的飞弹测试 或许对国际间来说 金正恩没事就是好事 北韩官媒发布他看 女兵唱歌跳舞的样板宣传片 继续莫测高升 让美国 南韩 日本 猜不透金正恩下一步会出什么招 杨振平编译 文字幕志愿者 杨振平